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嘴今天为您带来的精彩视频 对于明星而言,要想在演艺圈持续发展 除了自身的专业能力过关,自身的形象也要维护得好才行 比如身材方面,一旦吃胖了,就会影响外观 特别是演员行当,因为要在大荧幕上与大家见面 所以必须维持绞好体态 不过为了塑造完美身形,明星们也是颇为苦恼和费力 而大众老公将红恩三年前一度胖到90公斤 靠谋产品爆产30公斤后,从肥龙变回肥龙 年过50的她至今完全没腹胖,身材依旧保持得很好 该产品近期还推出升级版,也让将红恩连续接下第三年代言 她还一度信心爆棚地说,已经连续使用了三年 有了她才一直维持年轻时期的完美状态 真的有效果才敢推荐给大家 其实热爱美食的她,虽然瘦身有成 但为了维持八点当男神地位 除了平常有时间就会去运动外 也持续通过产品来持续提升代谢,保持健康身材 此外,江红恩还曾推出了自己的创意料理书 可即便是整天做料理,拍戏忙到没时间运动,吃美食也照样不怕胖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推出创意料理书的时候 曾到某节目上做客,和主持人唐启阳一起玩心理测验 测看看年后想转职的人成功率是几% 心理测验题目是,请选一杯手摇饮料喝 答案有,珍珠泰奶,与至金石牛奶,黑糖珍珠状奶,巧克力可可脆片 共四个选项 江红恩选了台味十足的黑糖珍珠状奶 唐启阳本来也想选黑糖珍珠状奶 但零食又改为,巧克力可可脆片 答案揭晓后,选择黑糖珍珠状奶的人,转职成功率30% 因为这样的人做事追求成果与成就感 无论什么工作内容,都会做得好看,做得气派 让人觉得很厉害,从中获得成就感,反而会想远离跳槽 再加上跳槽不是那么容易成功,所以转职不予考虑 而斜杠当作家的江红恩看了答案后直说 准,因为他的却没打算转行 而谈到当初踏进演艺圈 他曾自铺第一份合约式,唱片合约 不过,曾怀抱歌手梦的他并不是那么顺利 反而在戏剧上陆续获得邀约 如今,也因为戏剧的工作做多了,突然觉得演戏能诠释导演需要的喜怒哀悦 自己也很入戏,并认为那就是一种成就感,所以一直都是乐在其中 关于感情,2006年的时候,将红恩和女友克里斯蒂悄悄分手,让他打击很大 据查,女友早背着他劈腿多时,他却浑然不知 直到分手数月前,身旁的友人看不下去 多次提醒他,注意克里斯蒂来往的友人 他曾询问女友,但得到的答案都是 你想太多,后来好友看不下去 直接以一句,我们都看过你女友背着你跟别人交往 一句话将他打醒,他才痛心提出分手 江红恩也公开证实劈腿一说,还坦言,说不起他是不可能的 但最气的是,他从未表现出该有的诚实,只会失口否认 他还说分手时很痛,毕竟他曾梦想要与克里斯蒂步入礼堂 不过他仍旧勇敢放手,也以姐姐所言 还好趁着结婚前看清楚,来安慰自己 我宁愿遇到现在的状况,也不要等到婚后再来痛苦 分手之后,他便只想努力工作,感情的事就随缘 被问及能与前女友是否继续当朋友时 他则苦笑不会,他可能会有罪恶感 易语道尽两人恩断义绝的感情 而回顾江洪恩的情势,其实他也被女友指责过劈腿 2003年初,江洪恩跟交往六年且论及婚嫁的养孕白分手 当时女方曾指则江洪恩不专一,且负气火速搬离两人位于天母的爱潮 虽然江洪恩信誓旦旦说自己没劈腿 但媒体却直击他与传言中的小三地米约会 当晚在高雄小港机场,将洪恩跟地米夹杂在人群中 从侧面看上去,地米的连空有些像含于跟甲敬文的综合体 两人上了飞机后,地米将头倾靠在他的肩膀上休息 拥拥思雨,飞机抵达台北后,地米紧随他的步伐 在前往停车场时,他还忍不住牵起了地米的手 上车后,江洪恩指使士林的住处 地米先下车进入便利超商购买女用纸内裤 之后跟在巷口买卤味的江洪恩会合 两人最后一块进入江家中 据悉,江洪恩是在友人聚会上认识的地米 随后对他产生好感 而据友人透露,当时江洪恩仍为跟原本的未婚妻杨韵白分手 不过,江洪恩向媒体否认了劈腿说法 坚称是在跟杨韵白分开后才与地米交往 有趣的是,江洪恩交往的对象几乎都是圈外人 但他也曾被直击与连静文互动暧昧 2005年7月,已跟地米分手的江洪恩 正与圈外女友克里斯蒂交往 他原计划在年底跟克里斯蒂求婚 但同时间也传出跟铜拍《金色摩天轮》的连静文擦出火花 导致婚事延宕 当年12月14日下午,连静文抵达女郎俱乐部 录像现场,江洪恩迟了10分钟后才搭出租车赶到 近2小时后,连静文主动载着江洪恩赶赴3例录像 而前一天的晚上,读者向媒体爆料称 江洪恩跟连静文及有人在酒吧狂欢 这一晚连静文驾驶着江洪恩的车 送喝得烂醉的他回家后,自己才搭出租车回家 两天之后,媒体又直击江洪恩 连静文在那湖阳光街上的全家福海鲜餐厅聚餐 其间江洪恩不断找人敬酒,几杯黄汤下度后 他在餐厅门口当众跟连静文拥抱 完全不在乎旁人的眼光 到了晚间,有些忙得江洪恩陪着连静文 苗可丽等人转往一家酒吧 直到隔日凌晨,连静文等人才先行离开 但意外的是,江洪恩的正宫女友克里斯蒂竟忽然现身 一脸怒气地踏进店内便寻江洪恩 五分钟后,两人才离开夜店返回江洪恩的家 在克里斯蒂之后,据说江洪恩又曾交往过三、四个女友 而除了这些感情新闻,江洪恩还曾被传出已经密婚空姐女友小猪 但痛时又劈腿正女的消息 据媒体报道,当时江洪恩有空姐女友人不满足 在KTV认识正女后,当天便邀她回家 不过爱于江洪恩的名人身份 再加上认识不久,正女便婉拒了 后来,交往期间为闭人耳目 正女经常自己搭车去她家 两人还曾约在温泉旅馆 从曝光的简讯内容来看 自2010年4月积极邀约到家里 5月发生亲密关系后 江洪恩还贴心传讯问 今天还好吧 而且直到2011年9月 还会传露骨的好想你下面等内容 而看似关系很恩爱 正女却意外在江洪恩家中发现女性衣物和鞋子 这才得知自己不是她的唯一 随后质问江洪恩却没得到答案 只见她支支吾吾不断闪避 而后又见媒体报导她和空姐女友论及婚嫁 这女财经绝被劈腿 愤而向媒体曝光简讯 对此 江洪恩以个人的事情聚谈 她的经纪人则表示 没听她有除了小猪以外的女友 另外也有媒体指出 江洪恩早就在此前和小猪分手 并未有结婚仪式 在感情世界终叠叠撞撞这么久 直到遇上爱与杀 江洪恩才总算暂时安定下来 而在2017年 于在自己的新书发布会上 她亲自宣布了结婚的喜讯 正是身格人夫 不时透过社交平台放闪 分享家庭生活 其实她早在十几年前就认识女方 对方更当了她十年的粉丝 江洪恩回忆 和老婆初次见面时 自己是电台节目的主持人 对方则在唱片公司上班 因为工作关系有了一面之缘 随后对方就到国外求学进修 一度失去联络 殊不知等对方十年后回台 双方竟然在某间餐厅巧遇 两人这才互相留了联络方式 并一直保持联络 对于这次重逢 江洪恩始终觉得 这个真的是缘分 话语终不无欣喜 至于让她动心决定展开追求的关键 她则表示 和老婆在聊天时 就会有很多回忆的重叠 日子一久 共同话题越来越多 然后才开始交往 婚后 她一手包办下厨及大部分家务 还笑说因为承袭了妈妈的洁癖 看对方做事常常受不了 所以干脆自己来 说到婚姻保鲜的秘诀 她则强调 夫妻就是要互补 与妻之间满是宠爱 令众人都十分羡慕 不得不说 江洪恩这些年的感情生活的却很精彩 但如今已经结婚 往日的经历时好时坏也无需再追究 只要她今后能安安稳稳地和老婆过日子 这比什么都重要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次视频就是她了 同时可以关注一下大嘴的Facebook 大嘴鱼记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大嘴鱼记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的访看